最近,由冯尚峰和赵立勇一起主演的《知否知否》 是《立腾红瘦》大火了一板, 当妈真的是成名其中,难以复杂,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当妈一样 一分就位的疯狂猪剧们, 在《知否》中,当妈最喜欢的就是《不停留这个人》了, 一方面是因为冯尚峰原职, 还算是比较抗打滴。 另外,这个名字是真的很好听哦, 又有光明的意思, 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艺术林峰的社区小伙子, 不得不说, 名字取得好, 真是占便宜啊, 不过, 中国这么多姓氏, 可不是每个都能随随便变取名字的, 有的姓氏怎么取名都好听, 比如欧阳, 东方的, 但有有这种姓氏, 怎么取名都有一种在骂人的感觉, 都有哪些呢? 来跟当妈一起看看吧, 一,此姓大家都知道, 原因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大家都十分敬讳, 谈了死, 然而, 此姓仍然存在, 现在只要分布在河南内阳和开封本地, 有史料俱载, 此姓来自于南北朝代新兵族, 听到这个姓氏, 该怎么取名字好呢? 当妈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死鬼是怎么回事, 不然的话, 此姓的死脑筋, 怎么样? 就是, 心层要给这个姓氏取名的人, 二, 操姓中几何时, 一名叫操日本的微信王子洪击网络, 这个姓氏真的是让人力听容易想哦, 叫什么都像是在骂人, 但是, 可别避免看了这个姓氏, 据说, 操姓是遥远于曹操的, 三国时, 为国灭亡后, 部分曹氏交贼成员, 未避免被司马氏诛杀, 改姓为操, 不过, 正是民间传说, 真实对门变, 历史传说再好, 也很难搞变起民族门的事实啊, 三, 非姓非姓和此姓一样, 都是少数民族的姓氏, 在唐朝, 有个黑氏的部落, 投到了大唐, 高部落的子民便以部落 从现实代代流传了向来, 非姓人士现在主要集中在 我国的新门地区的少数民族中, 并且人数不算太低, 当妈好奇, 姓黑的交族将近怎么崩孩子取名呢, 估计得把字点灾乱了吧, 四, 高姓看到这里, 不知道你是不是小温了, 这个字更常见的是 对大家指责人体某个很重要的器官, 但是, 这是现在的意思, 在古代, 高其实指的是 虚人进负的某种指责水上进行的仪式, 这个现实, 当妈也是第一次听说, 先不谈不好给孩子许名字了, 就是宝宝有了名字, 当妈这个字也不太好写了, 五, 鸡姓鸡, 最有一种常见的交情, 大家应该都不卖身把十二生效忠, 鸡也有许独特的地位, 不过, 鸡做姓氏, 大家应该见得很少吧, 想想, 和别人初次见面时, 你好, 有姓鸡, 你可以叫我鸡老板, 话题是不是怪怪的, 这个姓氏, 很容易让人产生历解的, 确实是有些尴尬, 又, 是姓氏的, 你没听错, 有这个姓氏, 不过人很少, 据统计, 全国范围内姓氏的只有十五人左右, 这个姓氏, 可能说起来运不尴尬, 但是写下来, 妈妈觉得一定能令人大低眼镜, 好了, 今天妈妈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有特色的姓氏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知道其他有特色的姓氏呢, 看完这篇, 没正香的朋友们, 是不是觉得给自己孩子取名字, 还算是一件轻松的事呢, 我是帮妈, 两个孩子的妈妈, 一名高级利用师, 兼聚抄务师, 有关孩子教育, 生理, 心理, 营养, 日常保健与护理等方面问题, 过我吧。